大家好,歡迎收看人生勝利組,我是你們的小編,K 很多人都有試過撞衣的經歷,同人撞衣其實已經很尷尬 自己穿著打扮和周圍的環境撞色,這種感覺更加複雜 網友們鋪出了自己不小心和周圍的環境融合的有趣照片 想要學會引申術,只要穿一個合適的衣服就足夠了 對墨和地板的圖案居然間一模一樣,竟然間有點可愛 這個配色很潮流 供地撞衫事件 還以為有三個袋子 完美引申 第一眼看下去,竟然看不到照片中有影 將地板穿上身 進入住了一間品味非常之好的飯店 同個球都可以撞衫 小朋友撞衫都好可愛 花仙子出沒了 花仙子出沒了 為何大家都在這裡笑 沒趣 沒趣和他穿的這件襯衫都非常之好看 連快餐店都可以撞衫 去戲院的洗手間 發現雙鞋和瓷磚撞了衫 孝文是永遠的流行 在巴士上 坐巴士的時候感覺有點尷尬 不敢穿這一身去搭的士 洗手間的奇蹟 剛才穿了一件冷衫 剛才穿了一件冷衫 發現了和地毯一模一樣 完美地融入了 走進來之後感覺地板很面善 好看 奇蹟伴的雙羽 和飲料的瓶身都可以撞衫 穿這件泳衣來沙灘 太過合適了 撞衫的經歷雖然尷尬 但非常之有趣 穿著打扮和周圍的環境完美匹配 這一種荒謬的場景實在太好笑了